那么师父也难得很久没有跟大家在一起了 今天就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可能你们都听过的故事 那么有一位的老法师 他不管在这个修行 或者是说在这个弘法律生的工作方面 他都做得很好 所以他就讨你们天下 就有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 他的学生 他的出家弟子 很多都能够不当一面 在一些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道场 当住址 或者是在这个寺院里面 担任了重要的任务 那么有一次呢 他其中的一个比较不长进的弟子 就这个犯了戒 那么怎么犯戒呢 他就是在喝醉酒 同时呢 是在这个公共的这个场所里面喝醉酒 那么这不得了 因为他不是普通的一个出家人 普通的一个出家人呢 喝醉酒了 人家也会闲言闲语 更何况呢 他是某某巴士的弟子 这样呢 这个消息呢 就传到这位老方丈呢 那老方丈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 他就写了一封信 托人家去把他这个 他最久的这个地址取回来 回来之后呢 就在这个大殿呢 这个民众击众了 那么大家呢 心里面就想说 哦 这个老和尚一定是要处罚 他这个犯戒的 这个喝醉酒的这个土地 那么大众击合之后呢 老和尚就跟大众宣布 他说 我非常非常的惭愧 因为我没有把我做老师的责任做好 所以呢 在这个丛林里面 丛林里面 这个方丈事里面 有一对的这个相伴 那么 其中一把呢 上面是写着青龟 另外呢 是另外一把是祖顺 为什么有这个青龟祖顺 因为本来出家人受戒呢 这个戒律呢 比丘250条的戒律 比丘更多的这个戒律 很多呢 是依照着印度佛时代的那个社会 一种凝聚一种大众生活 能够这么和合共住的精神 而定下来 但是佛教传到了中国呢 这戒律里面呢 有关系到一些的 比如说印度人的吃饭 他是用锅吃饭 用手吃饭 在中国呢 中国人呢 他就不用手吃饭 那所以呢 祖师他们呢 非常有智慧 他们就另外定下了这个青龟了 就是把这个佛教的这个戒律呢 要建立一个和合生团的这些世界呢 把它本土化 就叫做青龟了 所以犯这个青龟也等于是犯戒 这样的意思 那么所以呢 如果是说犯戒的话呢 就要以这个青龟的这个相伴来出发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个这个祖孙呢 这个祖孙呢 就是说 祖师所留下来的 祖师所留下来很好的这个教戒 那大家都要遵守 那么如果呢 我们做了一些违反这个祖师意愿的一些错误的事情呢 就要以这个祖孙这个相伴来出自的 所以他就请了那个祖孙这个祖孙的相伴 叫这个祖孙这个相伴来出自的 叫这个祖孙这个相伴来出自的 祖孙这个相伴来出自的 所以我们是他的徒弟啊 为什么老和尚接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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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阿地沙祖孙的这个地址 所以这个阿地沙祖孙呢 跟这个法护祖孙呢 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法文呢 叫做自他相伴法 那么这个自他相伴法呢 我们这位老和尚做到 那么这个自他相伴法呢 懂得去优化 是可以启发菩提心的 但是今天呢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 也不一定说 要这么高的这个目标 希望大家发菩提心 当然如果你们能够发菩提心 那恭喜你们 那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不能够做到这个自他相伴法 那我们也要从这个老和尚 这里呢我们要学习到 至少学习到什么 至少学习到老和尚 他做到的 给我们的一个启示的真点 就是说 刚才我们法师所说的 我们每个人呢 我们不是圣人 我们都会做错 那么做错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勇敢承认 这个是第一 但是呢 如果我们呢 这个做错的话 我们就是要对自己 责备自己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做错的时候 那么一般人 他都会 家里责备 我们很容易 看到别人做错的时候 那相反的 当我们自己做错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 我们很 很容易 我们很懂得 原谅自己 其实我们 多数的人呢 都是原谅自己的高手 同时 是 这被他人的高手 那老和尚教我们怎么做呢 老和尚教我们呢 要 以量己之心 量他人 以 我们平时 很容易原谅自己的心 我们用这样的这个心 自他相反 我们原谅他人 然后呢 以责他人之心 责迹 就是说话 我们 我们 也很懂得去责备他人 尤其他人 做错的时候 那么我们呢 现在呢 也来做一个 治他的想法 那就以这个 我们会 责备他人的心 来责备自己 从 这个故事里面呢 老和尚 他真正的做到 同时 我们在 深 我们在深 一步的去 思考一下 如果这个老和尚呢 他是以一般呢 一般人呢 弟子做错的时候呢 请他爱相反 当然啦 他这个弟子呢 被打相反了以后呢 可能 他以后就不敢再去喝酒了 但是呢 可能他还会 但是老和尚的这种 教育的这个方式呢 很特别 他不打徒弟 打自己 那么 经过这样的一场的这个教训呢 他这个徒弟呢 以后呢 绝对绝对 永远呢 不敢再去喝酒 这个是更好的 一种教育 所以我们在座的一些菩萨 我们来学习 他以量极之心 以内之心呢 以他人之心呢 最举它 对自己呢 要严重 对自己 的要求呢 要很靠 但是不能够把这个要求放在别人的身上 其实还有一则故事 也是真人真事 你们可能也听过 这个事情发生在台湾的火光山 火光山时常他们有办信徒的朝山会 就是说从不同的地方信徒到了火光山 三步一拜早上 三步一拜拜到山上 那么有一次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 他去参加这个朝山会 那么三步一拜拜得非常的发喜 但是在他那种很发喜的时候 他前面的一位老菩萨 他在更前面还有另外一个老菩萨 行动比较慢 所以拜的时候走得比较慢 然后他这个年轻人前面的这个菩萨 就去把前面的这个老菩萨 推他 他叫他快一点 这样一推 他不小心 就跌了 那么这个年轻人 他看了 他心里面就起烦恼了 他心里面就觉得 哎呀你这个人 怎么可以这样的 我们来朝山 怎么这么不慈悲的 你把前面这个老菩萨一推 把他推倒了 他说我们这样学佛来做什么 心里面就非常的愤怒 结果呢 再拜下去 都拜得很幸福 但是呢 就辛辛苦苦的拜完了 那好了 他们中午的时候呢 就在那个朝山会馆 用载 然后呢 这个火光山的台山大师 然后幸运大师 就出来向幸福开示 那么这个年轻人 他心里面的不平衡 到他已经不能够控制了 他就跑上去 把他所看到的事情 他跟大师说 他说 学佛的人怎么可以这样的 那个大师呢 不可以是一个大师 就跟他说一句话 他说 我们学佛的这一把扯呢 是用来量自己的 不是用来量别人的 这个年轻人 也非常非常友善根 这个灯笔哦 一棒就把他敲醒 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结果 他也发心出家 出家以后呢 是一个非常母羞的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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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喔 以这两个故事喔 跟大家来分享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